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内容为如何进行国际劳工管理。 国际劳工管理是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国际劳工管理是指对海外子公司工人的管理。 由于海外子公司的员工基本上只能在东道国当地招聘,再加上多数东道国外资法都有劳工本地化的各种规定, 因此劳工管理便成为所有跨国公司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劳工管理主要包括劳工的招聘、劳工的培训、劳工薪酬与劳资关系的内容,以下将展开介绍这些内容。 之前已经讲过如何进行劳工的招聘与培训,然而当海外子公司招聘劳工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需要对子公司所在国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和调查。 对当地劳动力的来源、素质、工作技能、一般工资水平以及当地生活费用标准等,做到心中有数, 以便与日后的培训计划与薪酬制定相衔接。 第二,了解东道国当地的外资立法、劳工立法、工资政策等有关法律以及工会的存在及其活动。 为保障本国劳工的就业权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外资立法和劳工立法都有优先聘用当地劳工的法律规定,企业对此必须积极配合。 第三,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文化环境上的差异, 因此,劳工招聘时必须考虑到文化差异, 即当地劳工在语言、宗教、价值观以及社会习俗上与母公司是否存在差异, 差异的程度如何,以使招聘的工人能够加入到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去。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了,各位同学再见。